今年夏天台北大稻城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大稻城码头 沿平河滨公园盛大灯场 活动结合游船灯饰装点 八场精彩烟火秀 河滨灯饰串联 及夏日美食等四大主打特色 更与在地商圈业者旅行社合作 推出专属游会活动及街区游船行程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过去我们观光同学局办的大稻城情节 就是在每个农历的七夕 前一个礼拜六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非常绚丽的烟火来释放 局长上的时候 他觉得我们这样的活动 其实应该这么好的活动 然后应该让它办得更长久一点 当然对于各位而言 其实也希望能够把中南部旅客带上来 那些对我们产业有些帮助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把它从七月一号开始 一直到八月二十号 就是情人节的前一个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总共长达五十一天的这个活动 那五十一天的活动 大概有哪些内容呢 今天我再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 包括游船的这个灯饰这个布置 包括这样各位现在在坐的这艘船 我们船身这个会有灯光的布置 那我们在这个大奥城这个码头 还有这个盐品投尼公园呢 我在三号跟五号跟四号码头之间呢 我们水门之间呢 我们会有这个暗上的这个光环境的布置 也就是说到了从七月一号开始呢 各位到这个我们这个大奥城码头来 你就会看到水上其实船是有光环境的布置 有光点的这个布置 然后我们暗上也是有这个光的布置 它等着它其实整个氛围就会营造起来 然后下一节 然后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当然这个烟火是不可或缺的 那烟火呢我们会释放呢 会说在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我们现在预计是在八点半过后 再避开这个我们的上下半下半的人潮 每个礼拜三晚上八点 会一个这个中低空的那个烟火的释放 然后到最后一场 大家会有我们八月二十号 这礼拜天的最后一场 我们会有过去的规模的大场的这个 包括有高空的烟火释放 所以总共从七月一号到八月的时候 总共会有八场 七加一场就八场的烟火释放 那另外呢 其实暑假就是 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是暑假 放暑假时间 那我们会有这个大型的游戏 进驻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家长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来玩 享受这边河岸的这个风光 那当然河边其实我们还有本来 原本就已经有货柜市集 那我们已经跟货柜市集都已经讨好了 这当然是他们会有音乐 然后这个美食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到这边来 就代客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午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宜化街 商圈逛一逛走完之后呢 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这个吃点东西 然后听个音乐 然后看看晚霞 然后呢就是带河上这个游船一下 大概八点多年 什么等的烟火释放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的游船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有一些 我们有包装一些这个小语情 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大家可以想说那你的游船该怎么能包 能把这个游客带进来 那我们这个蓝色公路这个游船不会了 我们在飘料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点补贴 让民众可以比较少量的这个 比较优惠的方式呢 就可以上船来玩 那我们还会有这个主题日的规划 比如说可能礼拜一 礼拜就是亲子日 那礼拜一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们就凭着这个 这个身份的优惠呢 你可以上船就优惠 或者是到地化街上圈有优惠 还有到我们这个码头 在和会市场 在享用这些美食 餐点的时候会有一些优惠 所以会有这个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都有针对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优惠 那这些就是我们暂时规划出来 然后从七月号开始 一到八六十号 所以会希望在这个暑假 能够带给这个大家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大稻城的 情人节跟过去 我们过去叫情人节 现在过来夏日节 享受那种夏日的 缤纷快乐这种感觉 大稻城码头好玩之处 让官船局局长陈淑慧 为您介绍住宿交通 好吃好玩攻略 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大稻城 大家可能是觉得熟悉 可是就像我昨天 其实我听到 那个我们台湾蝶王 就是那个王冠宏所讲的 台北是一个让大家觉得熟悉 可是却又陌生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他非常熟悉 我觉得我好像很认识这个城市 可是却不知道说 其实在这一个熟悉底下 他有很多新的变化 有很多新的景点 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稻城 其实是一个欣赏夕阳最棒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来到大稻城 来欣赏夕阳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大稻城 后面看到的船 实际上在今年夏天 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个画面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夏天在大稻城除了看夕阳 除了在路上欣赏这一种音乐或美食之外 海上你可以搭在船上喝杯饮料 很悠闲的喝杯饮料跟三五好友 然后另外还可以吃点简单的食物 那在这部分底下你除了水上的我们讲沉船体验之外 在整个夏天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陆域上面有很棒的 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你就是说我们这里整个夏天 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讲天天这个船 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体验 欢迎大家夏日来台北 感受烟火展宴水岸夜景与旧城文化 来一场温慢的夏日旅行 记者温郡银银品艺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